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搬离美国绿卡,怎样带上孩子,避免超龄 那我们知道呢,很多人搬离美国绿卡 它的目的呢,就是说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可以在美国上学,工作,有事业的发展 所以很多人很关心,说啊,我的孩子现在 12岁了,15岁了,18岁了,20岁,25岁 我能不能带上孩子全家来移民 那这个呢,要看两方面,第一呢,孩子当前的年龄 第二呢,你通过什么渠道来办履律卡 那比如说,如果通过投资移民 那你可以考虑让孩子作为主申请人 如果通过EB1类别,那么你排期排到可能要一年多 如果通过EB2或者EB3类别,排期排到可能要四年多 怎么样确定孩子是否超龄呢 超龄是说孩子达到21岁 但这个21岁呢,不是生理上的 就是还是计算出来的年龄 具体来说呢,在你的申请达到某一环节的时候 看这个时候孩子的年龄 什么环节呢?就是说 第一,你的申请要批准 比如说职业移民的EB140 或者亲属移民的EB130 第二呢,那么批准了以后 看你的优先日期和排期的情况相比较 那么如果根据排期,你的优先日期已经排到了 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算出来的年龄不到21岁 那么孩子就没有超龄 那举例来说,比如说当前现在这个月 我的申请批准了 排期正好也排到了 那孩子呢,比如现在是21岁03个月 那是不是就超龄了呢? 不一定 因为呢,你前面的这个申请从提交到批准的时间 还可以从孩子的实际年龄里面减去 比如说,我的杰出人才申请 提交以后过了半年才批准 我收到的批准书上面有提交日期,批准日期 那么从提交到批准中间花费的这段时间 可以从孩子的实际年龄里面减去 如果算下来不到21岁,也是可以的 那么前面讲到呢,需要看排期是否排到 那我们知道呢,排期分成表A和表B 表A呢,叫Final Action Date 表B叫Filing Date 根据表B更容易排到 可以更早的排到 这个呢,是美国移民局最近的一个变化 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 现在呢,允许通过表B的排期来确定孩子是否超龄 CSPA 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 这个是对CSPA解读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人避免超龄 一般来说,如果你现在孩子 比如说18岁,19岁 你现在开始办理杰出人才移民 一般来说,如果顺利批准 可以避免孩子超龄 如果你现在孩子15,6岁 那么你现在办理NIW国家利益豁免 或者PRM申请移民 一般来说,很有机会可以避免孩子超龄 如果说孩子已经超龄了呢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这个申请孩子已经20多岁了 或者等排期排到的时候 孩子算出来年龄也超过21岁 那么你还可以接下来给孩子办理亲属移民 那孩子就不能和你一起拿到绿卡了 但是呢,你拿到绿卡以后 作为绿卡持有人 可以给你的成年子女 成年的未婚子女搬绿卡 当然这个要几年的等待时间 但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未婚子女 那如果后来孩子结婚了呢 孩子在拿到绿卡以后结婚 还可以再给他的配偶搬绿卡 有的媒体叫Chain Immigration 这样一个链索 这么一个传递 那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呢 比如说这个张寒芝的女儿洪黄啊 是吧 他留学美国的时候和一个美国人结婚 拿到了绿卡 后来他离婚和陈凯歌结婚 那么又给陈凯歌办了绿卡 后来陈凯歌和他离婚和陈红结婚 又给陈红办了绿卡 那么可以像这样的传递 如果说我在美国孩子在中国 或者反过来我在中国孩子在美国 那我办绿卡能不能带上孩子呢 也是一样的可以我们新卫名律所为若干这样的客户也取得了绿卡批准 那么孩子呢可以在后面的步骤不管是S85还是移民签证啊赶到你身边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来办理 也可以在你先拿到绿卡以后给孩子或者配偶办这种叫follow to join也是可以 只要在排期排到的时候孩子没有超龄算出来的年龄不到21岁 比如我们有客户他自己人在中国通过杰出人才拿到了美国绿卡 然后呢办了这个他是通过移民签证哎拿到移民签证以后入境美国领取绿卡 他的孩子此前已经在美国留学那么没有关系不需要回中国和他一块办移民签证可以等到他拿到移民签证入境美国领取绿卡以后孩子在美国提交S85申请取得绿卡 即使这个时候孩子已经超过21岁也没有关系只要像前面提到的重要节点在他这个申请批准并且孩子排期排到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杰出人才或者国家利益豁免申请批准了而且等到排期排到的时候孩子年龄当时算起来不到21岁啊 不是说拿到绿卡的时候不到21岁啊像这样那么也就可以只要在排期排到的时候 算出来孩子年龄不到21岁孩子就没有超龄好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谢谢